图就看到两只近日上市的股份 快狗打车 其实市值都不小 连续两天都跌 可能有些投资者就心动了 比起上市定价有这么大的下跌 其实你觉得如果是搏捞底 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呢 还是跌到什么水平 你就会觉得都可以叫做吸引 现时去看的时候 快狗打车 如果你说扣除了基石投资者 这个获法的股数 剩下那个部分 我们就叫做一个招股规模的街货量 这个是自由地去交易的 就只有800万股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在一个这么小的数目之下 第一个交易日 那个成交量已经超过1500万股 加上第二天的时候 已经有大概是1800万股附近的位置 所以其实两天加上 换手率就去到2.5倍有多 其实货已经转了两次有多了 正常来说 在大市投资气氛都挺好的状况 而快狗打车之前的一两只新股上市 那个暗盘表现 或者是上市初期的表现 都是有升或者是一个靠稳的状况 没有理由那些散户急着来沽货 也不会大陆沽 换言之 其实应该就是这只股份 拿着货的大户 偏向急着出货 从而令到它有一个沽压在 所以暂时未摸清过一个形势之前 在这个位置入场 相对上始终都有些风险在 如果参考上市前的投资者有17名 再加上机械投资者2名 都有19名的机械投资者 计算出来 他们整体的成本平均价 是$14.98 差不多$15 现在已经穿了 如果我不是用平均数来看的时候 最便宜货的股东就是阿里巴巴 但阿里巴巴都分两批货 一批就是在淘宝中国有一批货 另外赛料有一批货 淘宝中国是$12.98 但赛料是$14.2 所以除非阿里就很急着沽货 因为淘宝中国那些是鎖住的 有禁收期 但另外那批货是没有的 即是材料那批货 但暂时看货量来说 又不像它是沽货 所以$14.2 这个位置暂时可以先看着 如果过多一两个交易日 股价都靠稳了在$14.2之间 又没有怎样穿 那你才考虑吸纳会比较好 但如果连$14.2都穿了 变成没有参考的位置 可能就等股价格局上 变成了横移的时候 才考虑吸纳会比较好 而且因为股价现时来说比较波动 可能似乎就要去看看 你就算买入也好 有机会有个心理准备 可能都要持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这些位置的时候 股价才有机会可以看17元或以上 股价也有机会 嗯